李小龙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徒弟 李小龙先生粉丝千千万 弟子千千万 一直以来都有吃瓜群众想听一听李小龙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李小龙与他极具代表性的五名徒弟的故事 有些徒弟其实也教会了李小龙很多东西 算得上互为师徒的关系 这里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最忠诚的徒弟 牧村五只 牧村五只35岁时与李小龙相识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对忘年交 虽然说李小龙是牧村的老师 但是牧村要比李小龙大十多岁 两个人一师一友的友情也算得上一段佳话 据说当时牧村为了支持李小龙开武馆 不惜卖掉自己的酒馆作为支持 李小龙的第一家正式的武馆 镇藩国术馆 便是在牧村的直接策划与资助下 于1960年在西雅图唐人街正式开业的 李小龙后来成名了 他也全力扶持这个徒弟 牧村也成了李小龙武馆的副馆长 并且在很多李小龙珍贵的影视与切磋对链的视频中 都是与徒弟牧村一起完成的 天有不测风云 1973年7月李小龙先生离去 往后的日子 牧村一直低调经营着李小龙的镇藩国术馆 他从来不以李小龙的高徒自居 即使晚年生活潦倒 也没有借用李小龙的名声来谋取利益 牧村为节全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他于1990年获得黑带群英殿中的武术导师奖 并且自1973年开始 牧村每周会去为李小龙扫墓 他也成为了墓园的管理人员 90多岁高龄时依旧坚持 2021年1月7日 李小龙最权威的弟子之一 牧村武之去世 享年96岁 牧村也用48年的坚持 诠释了忠诚与友情而自 第二位最受争议的徒弟查克罗里士 查克罗里士1940年出生 是空手道世界冠军 动作片演员 1972年 罗里士参演了李小龙电影猛龙过江 电影中 李小龙与查克罗里士 在古罗马竞技场的决斗 被誉为世界电影功夫片不朽的经典镜头 更是被黑带杂志评为 十大史上最精彩的影视打斗场面 第一名 李小龙与罗里士相识于1967年 纽约空手道大赛 当时李小龙作为嘉宾出席该项赛事 而罗里士以半分之差 险胜乔劉伊斯 李小龙因此与罗里士相遇 随后二人在下榻的酒店里 来了个不眠不休的通宵论武 在后来的岁月里 两个人曾共同学习训练了数年 为什么说罗里士是最受争议的徒弟呢 李小龙与罗里士的师徒关系 可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 当时很多武术杂志及报刊 都多次专题报道过李小龙 曾专门训练过罗里士 不过李小龙去世多年后 罗里士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失口否认 罗里士的言下之意是 他只是跟李小龙一起打了几年沙袋 一起训练了几年 谈不上师徒关系 后来罗里士的儿子也语出惊人 说李小龙只是个技术大师 杂技演员 不是运动员 他的父亲可以随时终结李小龙 关于他们是不是师徒 吃瓜群众也一直在争论 有些人搬出李小龙的日记 里面记载了李小龙 曾给罗里士上过六次特训 有吃瓜群众认为李小龙生前能够给罗里士带来各种帮助 包括带他拍电影 名声大噪 但是李小龙去世后什么都给不了 所以权衡利弊后选择不承认这种关系 也有人说罗里士在认识李小龙前就已经出名 是空手道冠军 所以没有必要拜李小龙为师 当事人李小龙早已不在 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继续争论下去 第三位最能打的徒弟乔刘易斯 乔刘易斯出身武术世家 父亲为职业拳击运动员 乔刘易斯在认识李小龙前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空手道武师 曾数次获得美国空手道冠军 刘易斯是美式自由搏击的主要创始者和职业赛的推动者 李小龙经典瞬间中也经常能看到乔刘易斯的身影 当年配合李小龙掩饰寸拳的小伙 正是乔刘易斯 乔刘易斯虽然在空手道大赛上输给过查克罗里士 不过罗里士打的只是寸值空手道 点到为止的比赛 并非全接触空手道 1970年,刘易斯发起了轰动全美的史上首次全接触空手道职业比赛 即美式职业踢拳比赛 在踢拳的比赛中 乔刘易斯所向披靡 夺得首届赛事的重量级冠军 此后更是十度未免傲视群雄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刘易斯有了金童的绰号 同时他还被称为美式踢拳之父 第四位互为师徒的好友 伊诺山渡 李小龙与伊诺山渡的关系 我个人感觉并不能简单的用师徒来形容 在李小龙眼中 伊诺山渡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伙伴 他们互相学习 伊诺山渡在李小龙身上学到很多功夫 与先进的格斗思想 说他是李小龙的徒弟也不为过 所以很多媒体也把他说成是李小龙的徒弟 但其实伊诺山渡也教会了李小龙很多东西 伊诺山渡被称为菲律宾棍王 擅长各种棍法 李小龙在电影中展示的双结棍法 就是伊诺山渡教的 在李小龙有生之年里 伊诺山渡全面继承了李小龙的武道与哲学 李小龙也向他学习了大量棍法 后来李小龙邀请伊诺山渡出演了死亡游戏 这一功夫剧作 二人在片中激烈的双结棍对打 也称得上经典之作 第五位无微不至的徒弟严靖海 严靖海与李小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他们年龄相差很大 但是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 严靖海对李小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毫无保留 他不惜拿出自己的积蓄 支持李小龙的事业 亲手为李小龙打造格斗器具 甚至李小龙的结婚戒指和住所 都是严靖海一手操办的 严靖海还为李小龙结识 美国舞台重量级人物穿针引线 在他的帮助下 李小龙结识了跆拳道之父李俊九等人 严靖海是举重与健身出身 他更是将自己的健身秘籍 倾囊相授给李小龙 可以说李小龙一身肌肉和强劲的爆发力 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严靖海 令人不解的是 1972年严靖海去世 李小龙竟然没有出席严靖海的葬礼 或许其中另有引擎 当然李小龙还有很多知名的弟子 比如跟李小龙一起拍戏 学习过功夫的天沟贾巴尔 还有节权道代表人物黄锦明 当然还有那个号称跟李小龙交过手 互为老师的乔治·迪尔曼 不过那哥们自从秀了一招隔山打牛 就没有多少人信他的话了 时间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也欢迎各位吃瓜群众评价 补充与更正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